欢迎来到小酒聊剧,今天小酒带来 锦衣之下,番外之人间清醒 第81-82集,安心的醉酒 酒后谈心 这次的企业审核 一共三天 陆毅除了必要的工作,其他时间皆是全程陪同 刘老师等人不禁暗暗感慨,这浩尘集团对审核工作还真是重视 公司老总居然全程亲自陪伴 可只有当事人知晓 陆总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今夏被陆毅盯得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 一向干净利落的他,这次审核却要经常加班加点 刘老师看出了些许的端倪,偷偷地问今夏 袁老师,你和陆总是不是认识呀 今夏连忙否认,不熟 我见到陆总经常盯着你瞧,我还以为你们之前认识呢 有过几面之缘而已 今夏没有否认相识,而是刻意疏远了两者的关系 结束审核工作后,今夏原本想要立刻逃离这个大型灾难现场 可奈何浩尘集团的工作人员特别的热情 硬是拉着三位老师去酒店吃饭 焦军燕身上可是背着军令状的 无论如何都要宴请三位老师吃一顿大餐 他为了自己的工作使出了所有软磨硬泡的解数 硬是将今夏几人拉到了豪华酒店 今夏见没有陆毅的身影 方才松了一口气 谁料刚刚上菜便见陆毅姗姗来迟 他命人带了上好的红酒款待三位老师 刘老师第一次审核被这般重视 一脸欣喜对浩尘集团的印象更好了几分 今夏心中惶恐 却无法对外人述说 反观陆毅倒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 大大方方地说着 感谢三位老师这几日的历临指导 给我们公司提出了很多管理上的问题 今日我带了几瓶好酒 忘几位老师好好品尝 说完还不忘冲着今夏挑了挑眉 眉眼间说不出的暧昧不明 今夏生怕别人误会 假装自如地接话 陆总客气了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袁老师我敬您一杯 助理教俊艳听自家陆总这般说 立刻替今夏倒上了红酒 许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宴会 有些紧张一不小心 还倒得有些多 他尴尬地笑了笑 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红酒倒满 貌似是不礼貌的行为 今夏看着小助理的尴尬 笑着替他解围 没关系 我慢慢喝 说吧 举起杯 和陆毅碰了碰 陆毅笑着一饮而尽 他没有继续缠着今夏喝酒 而是转头 开始与另外两名老师喝了起来 今夏这才松了一口气 可他哪里知晓 他真正的队友不是陆毅 而是旁边 这位人畜无害的小助理 焦俊艳 这个小助理 刚刚迈入社会没多久 还没有那么多心眼 见今夏温和热心 便忍不住与他亲密起来 这个小丫头 一旦认为你人不错 便会主动与你碰杯喝酒 以此表达自己的喜欢之情 在陆毅与他人公仇交错之际 今夏被小助理缠着 喝了许多的酒 他起初是拒绝的 可奈何又拗不过小助理 只能陪着他喝了一些 又或许陆毅在身侧 他心底莫名地安心许多 便也没有那么往日的戒备和顾虑 他带给他的踏实感 至今犹在 所以当陆毅回过神来时 今夏已经被小助理给灌醉了 他黑着脸瞪着小助理 怎么让袁老师喝这么多酒 他酒量不怎么好的 小助理一脸懵 不是陆总上来 就敬酒给袁老师的吗 他以为陆总想让袁老师多喝些呢 陆毅见今夏趴在了桌子上 担心他不舒服 对众人道 我送他回去休息 你们继续吃 众人哪里敢反驳 惊讶地看着陆毅扶着今夏离开 纷纷议论 袁老师和陆总一定认识 陆毅将今夏带回了酒店 看着醉眼迷离的人 不悦地说着 你平时审核也喝这么多吗 要知道审核老师被公司宴请 这是常有的事情 想到他每次都喝得这么多 陆毅心底泛起了思思的不悦 平时不喝 今夏慵懒地窝在沙发上 指着陆毅吩咐道 帮我倒杯水 口渴 陆毅无奈起身 给他倒了一杯水 今夏喝了一口 皱着眉指责道 怎么不甜 我要喝柠檬水 陆毅无奈地笑了笑 你要求倒是挺多 这里没有柠檬 先对付喝一口吧 那我不喝了 今夏撅着嘴 不悦地将水杯放在了茶几上 好 我给你点一杯柠檬水 姑奶奶 之前怎么没发现 你喝多了 这么折腾人呢 我没喝多 不过是有点头晕 不想继续陪你的小助理喝了 所以你是装的了 可以这样说 几年不见 学聪明了呢 陆毅调侃道 本来就很聪明 今夏傲娇地说着 聪明还多次被算计 能别提当年的事情了吗 你就那么忌讳当年的事情吗 陆毅沉声问道 当年的电视剧综艺被下架 现在的人已经不认识我了 我不想再提及自己当过明星的过往 今夏抱着双腿 弱弱地说着 陆毅根本不会懂 那段过往 深深地刺痛了今夏 对没有背景的人而言 那是何等的惨烈 今夏看似全身而退 实则内心早已千疮百孔 她见识了娱乐圈的黑暗 却根本无力改变 除了速速逃离 根本没有其他的办法 哪怕现今 她也不敢去娱乐经纪公司审核 那里的猫腻太多 她不敢插手 可这话听在陆毅的耳中 却变了味道 她沉脸凝视着今夏 误会她想要忘记当初的所有人 包括自己 叮铃 外卖的敲门声 打破了屋内的沉默 陆毅接了外卖 将柠檬水递给了今夏 你要的柠檬水 谢谢 看着没心没肺 喝着柠檬水的惊吓 陆毅再度问道 这些年 你过得好吗 挺好的 刚开始的时候 身边的人 还有人提及 我当明星的事情 后来 为了躲避这些人的追问 我们全家搬了家 我开始躲在屋内考证 或许是老天眷顾我吧 我参加的节目 我饰演的电视剧 频繁有演员出事 过往的视频 一一被下架 久而久之 便也无人知晓当年的事情了 我便凭借着手里的证书 重新回到了职场 哼 老天眷顾 你一向把别人的付出 看得这样冷淡吗 陆毅自嘲地笑了笑 惊吓得眉眼一挑 问道 你什么意思 陆毅忽然靠近惊吓 注视着这个忘恩负义的小女人 不悦地说道 我若告诉你 是我有意为之 你打算如何谢我 惊吓愣住了 他感觉自己的心 忽然漏了半拍 痴痴地望着眼前的男人 不知如何作答 许是他的眼神太过于炙热 惊吓别过眼 心虚地说着 你也怕曝光吗 哼 你以为我是为了我自己 难道不是吗 你开公司 总不想让人记得 你演戏的那段历史吧 我的剧 没权下架 我不像你 我愿意正视过往 你怎么知道 我厌恶那段过往 你又为何愿意帮我 从你拉黑我那一刻 我便知晓 我也不明白 我为何愿意帮你 许是我太无聊了吧 陆毅说得云淡风轻 可今夏却听得惊心动魄 他痴痴地望着陆毅 发神经一般问了句 陆毅 你不会被我的美色索迷倒了吧 若我说是呢 陆毅忽然再度靠近今夏 今夏只觉得心意紧 吓得坐直了身子 努力拉开与陆毅的距离 只是那飞红的脸颊 早已出卖了他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